2023年5月15日,青州博物馆新馆开放,成为龙兴寺佛像的新家。 开馆当月,当我兴冲冲地奔赴青州,却被新建成的这座青州博物馆泼了一盆冷水。 出生的他拥有一张圆脸,笑得像个孩子,他的颧骨与鼻头高高隆起,如山巒如丘陵,眼睛眉毛如沟壑如大川。 南北朝时代,那时,人们凿空山时,在自然材料上留下人类思维活动的痕迹,他的第一次生命就此诞生。 右手树立在胸前,掌心向外,这是佛教中常见的无畏印。 左手搭在腰脊,仿佛符指会从掌心流向指尖。 珊瑚、玛瑙等宝石构成的珠串,折射着人类对于极乐的向往,意味着一个没有战乱,人人富足的世界。 这是一个完美的化身。 可是,当我们再次凝视青州佛造像,依然可见它那被笑容覆盖的哀伤。 考古工作者从被毁坏的佛像身上发现,这些造像似乎遭到多次焚毁。 从北魏至北宋的五百年,他们的身躯遭到毁灭,最终被龙兴寺僧人集中掩埋。 地面下,它的肢体逐渐瓦解,而人心得以滋生。 以上这段,来自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第三集,青州佛造像。 夹在资博和维方两座网红城市之间的青州,在互联网上并没有多少存在感。 但青州博物馆馆藏的龙兴寺佛造像我早有耳闻。 在我的审美体系里,这几乎是中国最美的佛教造像,没有之一。 龙兴寺约始建于北魏时期,原末明初废弃,是一处延续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。 龙兴寺被发现的这批佛造像,延续时间长达五百年。 类型多样,造型优美,雕刻精湛,威严凝重,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难得的实物资料。 也是迄今,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群之一,被评为九六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 国家文物界的权威人士认为,龙兴寺佛教造像,地方特色鲜明,整体艺术很高,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 该怎么理解青州佛造像的艺术造诣呢? 这么说吧,在中国文物领域,有三大对外专题展览,代表中国文物最精华的部分,其中之一是青州佛造像,而另外两个是西安兵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铜器。 1996年10月7日,青州博物馆在龙兴寺遗址内发现了佛教造像400余尊,时间跨越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、北宋。 青州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9年始建的伊都县博物馆,1984年异地新建。 因为这批佛像,2008年,青州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,是首批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博物馆。 2023年5月15日,青州博物馆新馆开放,成为龙兴寺佛像的新家。 开馆当月,当我兴冲冲地奔赴青州,却被新建成的这座青州博物馆泼了一盆冷水。 这座主体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,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梁思成弟子张锦秋主持设计, 号称采用汉唐风格,突出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台、雀楼、坡屋顶特色,是青州市重点文旅项目,也是维坊市重点打造培育的精品文旅项目,总投资6亿元人民币。 对于青州博物馆新馆的建筑形式,我的很多建筑师朋友和我有一样的感受,这也太阴间了。 阴沉的色彩,高台、雀楼,加上形似风土堆的坡屋顶主体建筑, 整栋建筑就像一个古代黄陵的风土堆。 作为一个博物馆,展品当然是第一主角,但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同样重要, 好的建筑设计语言同样是对文物和历史的一种宣传和表达。 相比之下,龙兴寺的造像有多优雅飘逸,张锦秋院士设计的青州博物馆新馆就有多压抑僵硬。 其实,用像什么来形容一个建筑,并不是一个严肃可靠的建筑评价方式, 但对于青州博物馆新馆这样一个建筑,用形式逻辑,空间功能来分析,是没有意义的。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单向度建筑,没有思考和反思,没有互动感,主动性和创造性, 这就是一个扁平的符号,它只是用僵硬的姿态, 表达一种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作理所当然,甚至不容置疑的中华帝国式理解。 如果回溯张锦秋院士的其他作品,如陕西考古博物馆,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天人长安塔,扬州大运河博物馆,西安博物馆等等, 其带有的强烈压迫感,使人必须抬头仰视的空间形式是一脉相承的, 它的形式永远来自传统。 在如今的这个时代,张锦秋院士似乎一直想努力用它架构的新唐峰神话证明, 历史上的某个切片适用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个角落, 并且,农业文明的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有效,应该被永恒保留并延续下去。 平心而论,青州博物馆新馆的观展体验是不错的, 虽然内部设计是几十年前的样式,功能动线僵硬毫无创造性,但也合理。 博物馆本身庞大的产品资源,也无需设计师在空间上做多少巧思, 只要合理地堆放在那里,已经足够动人心魄。 但是,当你走出展厅,面对着这座无聊的官样建筑,不免有些惋惜。 时代在前进,历史在发展,我们不应该,也不需要将自己禁锢在某个盛世的幻梦里。 中国最美的佛像,也不应该放在这样一座僵尸建筑里。 在博物馆里参观了一天,意犹未尽,准备再看一遍四楼的佛像展厅, 但不到四点半,工作人员就开始清场感人。 在被推着往外走的过程中,青春靓丽的讲解员, 正带着一群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厅局风猪年男性, 款款不如展厅,这是他们独享的moment。 以上就是本期建筑评论的全部内容,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务必点赞投币关注一键三连, 我们下期再见。